好,大家好,當然其實不太好 因為今天說過低開已經300多點 承接昨晚的黑期300多點 接著很快就插穿了24500 最高跌到500多點 現在開市就兩個小時三個字 已經成交了950多億 股額很大,大概400多點 看看收市 下午如果成交跟現在相同 每個小時就達成千多二千億 即不是小夜 所以後市拍得很麻煩 過去這兩個星期 其實這個美股是跌創新高的 尤其是Nasdaq升穿過12000點 S&P最高也去到3580點 升就沒有份,跌就有份 大家知道美股今天收市是大幅下挫的 Dao中雖然上不到去,歷史高於29565 但最高也見過29162 今天跌了807點 S&P跌了125點 而Nasda跌了598點 美股其實不是有什麼壞消息的 只不過基本上是獲利回套 因為大家知道美股自從聯儲局 開完會公布議息的紀錄 上個星期 聯儲局長巴維爾在側身高的演說 都很清楚 聯儲局在未來 不但不會加息 以及由過去通脹的2% 變成平均的2% 即使通脹是超過2% 其實都不會是加息 即是確保 起碼 以前已經說過了 去到2022年之前 都是維持現在0至0.25 即基本上是零息 如果通脹超過2% 實際上是負利率的 所以變成資金大部分 除了為了很穩陣的 才負利息 都會去買債券 不然大部分都會擁有股市 所以股市爬爬的聲音 還沒計算 大家都預期 就是因為大選的關係 雖然兩黨在國豪繼續爭爭 未決定到再做刺激經濟的方案 但以特朗普的作風 一定會用千方百計 去推廣股市 包括早前已經用行政命令 繼續派錢給失業的人士 以及現在很大機會 在選舉之前 特朗普要頒領疫苗 成功測試 然後分為國民 要做好一個勢 如果這些疫苗出席 股市又會上升 今天比較大幅下挫 很明顯是用來回套 為什麽呢? 今週兩隻重磅股 分別是拆細 Apple和Tesla Tesla就很厲害了 由3日到現在 Tesla已經升了4.47倍 Apple也由300多元起步 升到400多元 升了1.4倍 拆細更加有力炒高 不過始終在高位 因為很明顯看到 今週升勢中有兩大特點 就是跌創新的同時 風險指數也上升了 意味著危險 因為喇叭形 擴縱向上 第二就是其實不少人都在吐眼 因為美國最大隻的S&P 的EGF 已經回套了120億 結索到今天 其實沒有什麽壞消息 反而有好消息 因為如果你純粹看 經濟數據 固然上週新申請的 雖然改變了一個統計方法 是做小了的 但都比預期九十萬低的 第二就是商務部也說過三個月 消費指數不斷向好 即是消費品的指數 另外方面來說 即使是PMI 美國的PMI亦是好的 這個服務業是55 這個製造業亦是50多 全部好的數字 唯一的原因 就是大戶套現 因為Tesla的大股東 在高位內大幅減持 那就是套現 第二就是Apple 基本上跌了接近8% 其他很多的股膜股 都跌至4% 或者接近4% 即是短期到頂 和一個比較大幅渠套 尤其是Apple 因為它一隻股 一夫當番 萬夫莫迪 因為現在全球最大市值就是它 最高的時候 它的市值是28,000多億 而Russell 200隻股票加起來 都是22,600多億 都比它少 所以它現在出現了一個 今天穿頭破腳 一個大的陰燭 即是短期內都有沽壓 看看回吐多少 正度來說 第一個階段當然是 上升了 比你150元 回回1-150元 就很正常了 即是多一點 深一點 一半 用神奇數字去量度就可以了 但是跌完之後我相信 去到低位裡面 因為有承接 這個浪其實都還沒有炒完 因為現在的原因很簡單 不是說這個美股沒有風險 因為第一就是量化寬鬆 第二就是 這個是相對的 因為現在全球來說 就是相對地 大家都危危苦 但是相對地 美股 因為美元始終是霸權 因為有什麼風吹草動 錢又會走回美國 尤其是 現在這個 中美的關係越來越惡劣 即是你幾乎 每天都聽到 美國都有新招對付中國 即是 譬如今個星期來講 除了上星期宣佈了 就南海的爭議裏面制裁 即是十幾十間的中國有限公司 包括中國建築那些 今個星期也繼續出招 包括說 這個中國的領事官的人員 不可以去大學 要受到美國國務院的批准 50人的聚會也都要 建當地官員也都要 這些是比較政治上的姿態 還有今個星期 你看到中印邊境裡面 即是沖來加拿大 背後也有美國主持 其實是不奇怪的 所以會有這些風吹草動 即是香港股市就非常遭殃 大陸也都不能見得見好 雖然大陸的經濟 其實就是不差的 即是如果你看到的數據 大陸也是好的 例如好像GP就不用說了 第二季全世界大運都下跌 中國反而都是回升 還有就是 這個七、八月 即是連續幾個月都是做好的 譬如以這個官方的製造業的指數 都有53.1% 即是如果你說財新更加好 這個服務業PMI就去到54% 54% 而這個中立PMI就55.1% 所以數據就好 所以今個星期 其實中國都沒什麼放水 就是有2000多億的逆回購 但是你又看到數據 告訴你 那些錢都大量流出 即是趁好消息出貨 自8月以來 流走出的A股資金 已經有8千多億 單單是星期四一天 都已經死了四百多億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成家也很明顯 即是過去這個星期內 A股的成家加起來 都是不過一萬億的 從早前來講 今後炒到一萬多億是差好遠 所以你看到 在內外形勢之下 裡面的港股真的無雲行 雖然就是過去 你看這個星期 升的時候 幾天重磅股 即是香港就是 AGMX都跟著超升 特別是入了這個 恆子成運股的 譬如好像 美團 即是美團 小米 九個八百都創了新高 甚至三百百都創了新高 但是每次都在開市的時候 譚花一然 一高開就被人堆下來 舊經濟也不用說 大部分都是不抵好的 匯豐那些不用說 根本是有排都不用升 只不過擔心它越做越低 地產股也是沒有運行 即使好像長實一樣 你看到一星期 起碼有兩三次 報導就是李嘉誠 兩父子是增持的 但是你看到 都是皮不難輕的 即是無論是長和 或者是這個長實 都是不會有炒作 反而 李嘉誠在外面自己炒股就行 即是今個禮拜裏 這個SUME 即是 現在因為 網上教學 即是不能上學 還有 那些人就在網上開會 但期到 最近都沒有業績率 都升了成倍 原來李嘉誠差8% 他都有成八百多億 你想想 即是一隻股票 都已經有成八百多億 更好過 他自己本身做本業 所以你說現在來說 不炒賣就不行了 即是一定要炒賣 即現在炒賣就要全方位 全球化 都不是過眼在香港 幸好是BC教大家 就是用500PLUS 一樣可以 即是不只是炒港股 而是炒美股 炒外匯 炒金 金銀 甚至這個期貨 很多樣化 而且可以速戰速決 事實上 為了現在配合新的形勢 大家知道現在香港 沒有最差 只有近差 除了港版國安法會 都知道之後 他們每次都會預放 最新的爭議就是 所謂香港的警衛三權分立 本身的爭拗意義不大 但是反映了一件事 這個教育局長楊勇雄 到特首林鄭月娥 甚至以前的高等法院的大法官 連顯倫 即是新港法院的常文法官連顯倫 都贊文 批評 香港 其實目標是針對這個法治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基本法裡面 沒有寫三文分立 也都沒有寫行政主導 不過在現實上 大家也知道 三個權來講 其實最弱就是立法會 沒有權 但是 這個行政權當然是最大 但是 一直保障香港市民的權益 就是靠司法的獨立 但是現在 司法受到正面的挑戰 就是為父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說多也無謂 賺錢 最實際的 無論你是留在香港 要生活 因為現在的經濟 看得到 如果中美的衝突升級 美國不會有事 中國也相對不會有事 為什麼呢 即使現在 就被人圍堵 譬如外交部長 今次的始行 裏面就是 慘了 根本是劣平如潮 連捷克 根本是 金武 天吏之特邦偉智 都不給臉 去台灣 其實實際上 已經成為了台灣 一個獨立國家 雖然一方 而成為一國 兩制 而且最近亦都說明 日本、歐洲、美國和台灣 將會在台灣開會 討論這個供應鏈 這個擺明是針對中國 即是想大部分這些 過去因為中華世界工廠 在中國建立企業的公司 慢慢搬到台灣 或者其他地區 不過大陸 也有自己的辦法 始終因為現在 中國近幾年 靠內需支撐 比其他兩頭馬車 包括外部 以及直接投資 現在內需 至少佔了五成半以上 中國也大力 自己去發展 譬如訂了很多錢 去搞半導體 因為明知美國也會制裁你的 以及會搞機械人 這些也是中國自己的強項 所以即使被圍堵 它也不會立刻倒閉 因為內需可以頂壓 而且最近這個數目也好 但香港什麼都沒有 今年預期 PMI又跌得低 又回到44 基本上幾乎什麼生意都沒得做 如果疫情嚴重一點 現在就好一點 今個星期都會放寬 這個飲食業 可以做到10點 還有有部份行業 例如Sona都可以開發 希望疫情慢慢減退的話 也會回復內部活動 否則死亡兩前重 因為預期今年來說 香港的GDP可能跌8% 這個數字 我想很久都沒見過這個數字 差不多可以開發以來 我想香港都沒試過這麼差 就算6000暴動 都不會這麼差 在這種情況之下 股市就沒有運行 所以一定要用其他方法賺錢 幸好我們今個星期 終於休息 6個星期就會跑馬 希望我們今年要改變的策略 除了即場給提示之外 其實大家都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去制定自己的目的只是揚錢 所以你聽今期的蔡美穩食就會說 另外由上一集開始 我都故意改變了 我們不再講這些時分析 因為實際上講不講 大家都明白了 現在這樣的處境 不如想一下有什麼方法賺錢 除了股市和馬之外 賭球都說要賺到錢 所以我們找了專家小米 開了一個環節的小米好球 小米以前我們做DBC大展台的時候 我就委任他 記重任 晚上所有的球戰都由他做監製 所以他賭球 他又是雲雲精 又賭馬 又賭球 所以就由他來主港 除此之外 其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地產 大家都知道 現在很多國家聲援香港的具體方法 其實也提供了一條生路給香港 最先是英國 用BNO 為了所有97年之前 在香港出生的人都用BNO 就算你沒有申請 都可以申請或者續期 亦都為了下一代 至少300萬人 最近有英國議員 甚至建議可能是益迷其他 不是97年之前的人都可以 那就不知道是否能夠 不過無論如何 只要這樣做的話 就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現在在英國的華人 大概已經有43萬人 如果300萬人 只要有10% 不一定是黃絲 有些淺藍 最近很多人都疑問 有10% 就應該多了30萬 這30萬 在英國就會買樓買車 這對地產當然是看好 所以最近英國的樓價 都是做好的 澳洲跟著英國 又放寬了 準備給香港人 居留權去到5年 之後如果入籍 澳洲的入籍也會做好 加拿大就不用說了 因為在香港的加拿大人 最保守的估計 官方都有30多萬人 如果根據大班的非官方的統計 就有50萬人 但不用多了 回到20% 都已經10幾20萬 事實上說真的 因為最近加拿大的地產 明顯是向好 為甚麼呢 3月 這個結成8月之後 3、4、5月 其實這裏都受影響 最主要就是 不能看樓 人們怕不准看 怕病人打死就有家 所以在5月尾開始解禁之後 7月就明顯復甦 7月的數字已經告訴大家 現在加拿大的二手樓 就是創了40年的新高的成交量 即是升了接近四成的全局 大城市好像溫哥華 多倫多的就更高一點 譬如溫哥華是40%多的 價格平均升了13% 即是全國來講 當然也是溫哥華 和多倫多會更好一點 最新公佈8月的數字 繼續向好 一樣是成交和增加 但是現在升到高位 大家知道以溫哥華來計算 我預計2016年買樓 買樓之後 溫哥華就飽飽升 升到2017年差不多最高 當時以列治民計算 那些樓價平均每尺 可以去到1,100-1,200元 好一點去到1,200元 但是現在來說 跌回到1,000元以下 大概是900多元而已 但我相信這個勢率很快就會改 為什麼呢 暫時來說 加拿大有隔離令 除非你是加拿大人 或是加拿籍有居留權 就不能入境 有境也要十四天隔離 這個禁制就去到9月尾 要看疫情疑定 不知道會否現場下去 如果疫情很短 放寬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就會湧回來 即是回樓也好 或者是走來移民也好 就快要買樓 這樣樓價會升 而現在這個 有些地板商的做法 就非常靈活 學了香港的方式 最新的一個樓盤 來過溫教堂也知道 就是Richmond Center 就是整個列治民 差不多最旺地區 因為那裡有一個大的商場 比泰古城更大 對面已經有一個大的地盤開了 就算賣得七八八 現在同一個業主 即是同一個Richmond Center 業主 就在後面 旁邊又開了一個新的大的地盤 將會建成2,000多間 而現在它消責的方法 就是非常懂得做 優惠的就是長線 以及想薄的 就是以前來講 香港 即是加拿大一般 你買樓花大概 就應該是正晨來講 兩年左右 就很火 例如現在買 大概應該是2022年 但它這個是特長的 可以是現在買 但是第一個落成 就是2026年 有六年給你看看 六年呢 以現在的量寬的方法來講 就什麼東西都會升 支援價格 我就不相信不會升 即是就算 而且這個疫情 即使是這兩年不好的話 但是中下一天都會受到控制 那樓它始終要住 那它賣的方法 就非常之 就是著述 就是一般你買樓花 都是給20%至25% 就是它這個就給20% 首期就先給10% 然後呢 就是這個十幾個月之後 才再給5% 那在三年之內 給另外那5% 就是由頭到尾 用三年時間才給20% 不如你以600多呎的樓來講 以現在的呎價 就是900多元 那就是大概50多萬 就是說你用這個 有沒有10萬比較鬆一點的加密 那就是不用100萬 就已經可以 就好一家樓 就看到2026年 那這個沒理由不升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挺好的投資方法 那又沒事了 那現在這個時勢 就是說多都無謂 賺錢實際 那我們的節目 也是一個大的轉向 就是全方位 提供各種各樣的賺錢方法